普里镇大成国中今年暑假带着弦乐团的学生参访日本出水中学 日前在出水中学老师带领之下 该校的学生也回访大成国中 教育处副处长吴美玲也代表县长接待出水中学一行人 吴副处长表示 这次出水中学特地来到大成国中缔结姐妹校 也希望借由姐妹校的缔结 能够开脱孩子们的事业 宪服在县长的支持之下 编列800万的出国奖助学金 希望借此来帮助孩子们到外国学习 拓展他们的世界观 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姐妹校的一个缔约仪式 能够为我们孩子开拓一个国际的一个视野 让我们孩子有增加自主学习语言的一个能力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勇敢地走向全世界 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南投县政府今年编列了800万的一个出国奖助学金的计划 我们提供了我们的孩子 尤其是弱势的一个孩子 他们愿意有能力 愿意出国学习的孩子 我们让他有更多的机会 让他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 见识成长 开拓自己的世界观 县议员陈宇军 林芳宇表示 这次出水中学 有八位学生及一位老师到大成国中交流 也希望透过交流 让彼此了解不同文化的特色 开拓孩子们的国际事业 那这一次呢 出水中学也有八位的学生 还有一位老师来到大成国中 那在这边呢 体验我们上课的状况 也参与我们的一些社团 那这一次呢 非常高兴学校有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我觉得在国际教育上面呢 很重要就是要让孩子能够扩展他们的视野 那透过呢 跟日本学生的一个交流呢 也会让我们更清楚不同的文化 他们在教育上面有什么样不同的特色 那也期待呢 这样的一个姐妹室的一个签订的一个计划呢 未来会促进我们整个普里镇大成国中 跟日本出水国中更多的交流 副一长排一圈也希望借由姐妹校的第一届 能够让学生有机会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 借此增加孩子们的国际观 帮助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陈伟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 一直压调一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